如果 電梯來了 然後 門一打開 電梯都是人 滿滿的是人 不管他一腳踏進去 你們覺得他是怎麼了 蛤 老虎 孔雀 貓頭鷹還是五眼熊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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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管嘛 他就要下樓 我管你的 踏進去 一走去 誒 你不是樓上的老王嗎 誒 你不是樓下的 誒 上裡都要有見的 你變瘦了 你好漂亮喔 這個是什麼 孔雀 孔雀 那 那個 看那麼多人 摸摸鼻子 說 我等下一班好了 而且他講得很小聲 別人也沒聽到 我也是 我也是 如果 探頭進去看一下那個 載重量多少 算一下有多少 算一下 載重量1300公斤裡面有13個人 儲一儲大概幾公斤 再決定要不要走下去 這是什麼人 好笑的 不難對不對 其實他那個特質是比較明顯 但最後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好玩的測驗 那你們會幫助大家記憶 其實這個東西很好掌握 那因為他容易掌握 你像是碰到人的時候你很好運用 那待會薛潤跟我們講比較詳細的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這個是 我們所謂複雜完整版 所以有很多很多資訊在裡面 然後報告裡面也有非常詳細的內容 雖然是英文 但是看不懂你才問 好 好 OK 還記得嗎哪四種 老虎 恐雀 五尾熊 五尾熊 五種 對 應該有五種 但是我通常因為變色龍你們最好記 所以我一定要要求你們記四種 老虎 恐雀 五尾熊 毛頭鷹 那老虎的特質 還記得嗎 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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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控 不要 我現在就要 給我就是了 不行 騎頭來見 這是老虎 老虎的老闆 他跟這個 貓頭鷹一樣 老虎跟貓頭鷹都是很強調的事情 這個我上次就說 我昨天叫你做東西做好沒 他說 Deadline什麼時候 前天 這個是老虎老闆的個性 很強勢 老虎的個性很強勢 然後那他跟貓頭鷹的人一樣 都強調事情 他們的focus都比較在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在接收訊息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是從哪一個角度先接收 所以每一個人接收訊息的時候 其實是不一樣 但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那只是說我們看的角度不一樣 OK 所以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因此很多的行為科學家 或人類他的語言專家 他就想去解讀這樣子的事情 為什麼同樣的東西會有不同解讀 那他們就開始做研究啦 做調研 然後做調研以後就會有像PDP的這樣的東西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PDP這個東西 那PDP他的全名叫 Professional Dynometric Programs 那這個是在美國南加大的統計科學研究所 和科羅拉多大學行為研究所發明的一個專利 那這個東西跟這個Microsoft的Windows一樣 本來都是在這個學校裡面的研究室 然後說在研究什麼什麼東西 或者像Google一樣 突然發覺這個可以賺錢 所以他們的研究室就是這個育成中心 孵化中心就把這樣子的一個 博士班研究生的一個研究的論文的作品 然後拿去上電話 所以他其實是有很強的學術費值 所以40多位的行為科學博士研究生 他就運用了很多的行為科學 統計學電腦軟體的智慧 形成現在的PDP 什麼時候開始上市呢 1978年 然後他幫助他的用途是幫助你了解自我 幫助我們了解這個環境周遭其他的人 然後也幫助人際溝通 有沒有問題 到這補子 沒有 後面有人問我為什麼是繁體字 因為這個代理這個簡體也繁體 就大中華地區PDP版權的是一個 是一個美國人但是他是一個台灣籍的美國人 他都住在台灣 所以他賣給我們這套課程的時候 他的專利權就是用繁體字的 然後所以為了尊重他的專利權 我們很少改他的內容 所以都用繁體字呈現 好 那這個PDP裡面 我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他其實有不同種的運用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比較在個人身上 那他個人的一種分析的行為分析方法 叫Proscan 就是他特別的一種 那他當然有其他的scan方法 那這Proscan是兩個博士專門研究出來的 一個叫Samuel Houston 一個叫做Dogely Solomon 然後Bruce Harvey 那這裡面有一個統計學的專用名詞 叫做對半效應的有效度可信度超過0.86 那個我要不要跟Samuel解釋一下 免得那個 因為OMD應該是研究media research 然後要特別解釋 對半效應就是說把一組是控制組 一組是這個對照組 然後拿來做比照 然後看說這個的準確度到底是不是準確 所以他的可信度超過0.86 那今天我們要教的東西 我只要跟大家分享完了以後 你們記得這個一個4一個33 433這三個數字就好了 433就好了 然後等到快結束的時候我會問你們 我們會告訴你四種基本行為 和三種決策模式 三種執行任務的風格 然後也會告訴你每個人組合不同 沒有所謂的好壞 所以不要害怕 沒有所謂的好壞 模式轉換時帶來的舒適感因人而異 自由自在的表現不同行為是可以學習的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講這個 那回到我們剛剛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們大概今天很短的三個小時 因為通常我講這個要一整天 才會比較精華性的慢慢吸收 但是我覺得你們很聰明 三個小時我們講的大哥 一定很厲害了 我們會講到PTP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 我剛剛跟大家解釋過了 然後各種溝通特質的優點和弱點 我們會教你們解讀個人的特質 認識自己 接納自我 用幾長必幾短 然後怎麼樣欣賞他的人 怎麼樣跟不同特質的人溝通和互動 這個大概是我們三個小時裡面 會講到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講喔 所以在講以前 你們一定很想知道對不對 是誰 陳祿 謝謝 你 請 我們 好,你們先看,這裡面都是英文,因為這是正版的版權, 所以我們就用英文給你們了 那回去慢慢讀,但是我這裡會先中文告訴你 先看第一頁,它有一個圖形對不對 我上課的時候會比較多 就跟大家分享的時候用比較多就用這個圖形 這個圖形第一個,先看最左邊那一個 最左邊那一個,它上面寫的是叫做 Basic for the natural self,對不對 那就叫做,您在最自然的狀況下 你最自然沒有任何壓力狀況下 表現出來自己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特質 所以這叫天賦本我,天賦本我 中間的那個是因為你在有壓力狀況之下 在工作狀況之下,你會有調整 這個東西是你在做這個扮演這個工作角色的時候 你做的調整 然後最右邊這個 然後最右邊這個是